项链吊坠教程 所用到的基础节 鞋卷节 雀头节四股变平节 这些基础节之前都有单独发过慢动作的视频教程 不太了解的可以往回翻看一下 开始编织 先编扣头部分 40厘米2在13厘米的地方打个活节固定在工作台上 做轴线 60厘米1做绕线对者找到中心点以鞋卷节的方式挂在左衣上 绕线穿上2毫米1粉色小奶珠 又一轴线也编写卷节 再编个雀头节 左边也是一样的轴线绕线不便编一个雀头节 中间两线左做轴线右做绕线编又斜卷节 30厘米1做绕线以鞋卷节的方式挂在左衣上 再编三个半雀头节 也就是要线围着轴线左右来回共7次 用针固定一下 用针固定一下 右边的也是一样的 以鞋卷节的方式挂线 再编三个半雀头节 30厘米1辆橙色对者找到中心点以鞋卷节的方式挂线 相邻的三条线也编上鞋卷节 相邻的三条线也编上鞋卷节 左一至三做绕线左四做轴线依次边又斜卷节 再编五个半雀头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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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边的编好了右边的编法也是一样的 右四做轴线右一至三做绕线依次编鞋卷节 再编五个半雀头节 没完蛋是 未完蛋是 未完蛋是 未完蛋是